感谢神 当我开始有一个 邻里行走的时候 我也很奇怪 因为我就觉得很清楚的知道 主对我呼召说宝贝起来 与我走吧 我很清楚的知道主在对我说这句话 然后我就我的邻居和主 就觉得他拉着我的手我就站起来 我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站起来了 然后就和他一起去走 然后之后看到窗外面的 一起看到 早晨的阳光啊 看到树啊看到楼啊看到这些东西 我是站在天空当中 然而我的肉体是跪在房间里面 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了 我说我这是属于什么经历呢 我很不清楚 我的肉体是在家里面 然后我的灵 而且我还可以感受到我肉体所感受到的一切 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就去问神 我说神我现在在什么情况里面 因为我不知道有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没有人给我讲我现在在什么情况里面 神说你现在在的叫灵里的行走 就是灵里行走 它是与神同行的一小部分而已 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一个预长而已 就是稍微的尝到一点点 与神同行的滋味 所以神说你这叫灵里的行走 是真正像挪亚那样与神同行的 最低级的一小小部分而已 他说这对于很多生命非常丰盛 灵里非常好的人来说 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说但是没有人给我讲过 所以说这就是灵里行走 比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今天可能带着我去一个国家 是地上的 我是说是地上的领域 会到哪一个房子的面前 我会看到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 当我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就不明白我灵里经历的是什么事情 因为我的灵可以和神到天堂那去 可以到哪一个国家去 可以到哪一座城市去 然后我不明白我在经历什么 我就去问神 我说神我这样的经历属于什么呢 因为我的身体还在家里面 而且我能够感受到 我身体所感受到的气息啊 所有的变化 然后我的灵呢 还和你这样的 有飞飞走啊 这样的经历 神说这叫灵里的行走 叫鼠灵的行走 那神说 这是与神同行的一小部分 是让你预长到与神同行的 一点点美好而已 它是与神同行的最低级的 就像以诺那样 以诺与神同行 到最后它是完全的与神同行 但是他说将来可能你也会有像 以诺一样被我呼召起来 连灵魂体的与神同行 就是身体也要与神同行 可能我在家里面 当我与神同行 我的身体都会跟着神一起去行走 就像使徒行传里面的斐力 它会被神提到一个另一个地方 就是那都是与神同行 但是你现在是在灵里面 最低层次的一个灵里的行走 这叫属灵行走 这是很正常的经历 对于很多属灵丰富的人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经历 那这是灵里的行走 那我讲到属灵的境界 属灵的境界就是 我很清楚的能明显感觉它的差别 在于恩高的不同 它们的跨度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 每一个层次神的同在是不一样的 那个同在的程度强烈的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给你带来的那种恩高的效果 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当我聆听神的时候 神的同在很强 我是很享受在里面的 可是当我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不仅仅是享受了 我完全静默 就是像定住了一样 定在那里面 安静到一种程度 定将被定在那里面一样 其实当然我是可以动 但是我就强调那种恩高强到一种程度 让我全然定住 就是到那个程度 你就明显觉得 它们灵里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就是属灵的层次 如何区分这些属灵的层次 你自己都能感受到 启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启示的程度是不一样 比如说聆听的时候 启示的程度是 你就能感觉到 它都是关乎生活需要的 关乎教会需要的 都是在需要的里面 或者是一些 你可以接受的范畴 但是当你进入到 更深的领域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是完全你不知道的 你用理性都无法思考的 你用你自己的头脑 是没有办法去想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理性没有办法参与 因为在那个地方 理性根本不管用 完全要凭属灵的直觉 去接收 但是在第二个阶段 你灵灵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还可以加一些 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可是在第三个阶段 你只能这样去看 去接收 去感受 就是去领受 它的程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明显知道 灵力的深度 层次都是不一样 各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 感谢观看